用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鸡脚砍去脚子再砍成两段 现在鸡脚也不便宜 或是10块钱一斤 马一斤也没几个 冷水大锅焯烫一下 加入几片姜 少许料酒 焯烫好了再清洗干净 洗好了放到砂锅里 再来加入一小碗洗干净的黑豆 还有浸泡好的五指茅草也倒进来 再来加入适量清水 还有几片姜 大火煮开转小火煲一个半小时 烫煲好了 再加少许盐调一下味就可以喝了 这碗汤喝起来比较回甘 有五指茅草浓郁的香气 它比较清热滋润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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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